這個是最後做完的 我把這個光圖塗塗拿掉 這個把它刪掉 這樣原來的 特別注意喔 剛剛同學比較有問題的部分就是Ctrl T 這個地方呢 在這個版本的話 它直接打 就是要先設定好之後打勾 這個硬邊就會出來 可是如果你是用新版的話記得喔 它在變形這邊多一個功能 就是保羅硬邊 保羅硬邊在這裡設定 新版的話 因為剛剛同學有問啦 因為他用的是新版 做不出那個效果 原來功能在這裡 要稍微注意一下 再來的話我們要增加一個光圖 這個是做出來的結果 外面各位可以看到有個光圖零星 然後顏色的話就是外面是紅色的 一直到裡面 越裡面好像越接近紫色的吧 有點像彩虹顏色 那這個效果怎麼做 一樣我們先建一個新圖層 因為題目要我們先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圖層 有沒有這個地方的話 他說在背景上 新增一個圖層 叫做光圖 然後用漸層 圖層色為顏色混色不透明 然後結果參考這個結果圖檔 那怎麼增加 這個背景圖層上面 新增一個圖層 所以我們在背景圖層上面 這個地方 新增一個圖層 這邊按一個新增圖層 有沒有 新增一個圖層 然後這個圖層名稱叫做光圖 OK 所以這個名稱把它打上去 光圖 好這樣子喔 記得喔 新增圖層在這裡 然後光圖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要在這邊增加一個漸層 並且把它改成顏色 怎麼漸層 漸層在哪裡 漸層這邊有沒有 漸層工具 這個前面有用過 有沒有 在那個吉祥物那一集 那會不一樣的地方 請各位注意一下 怎麼產生光圖的這個效果 接下來請你找到上方 會有一個光圖 它這邊有一個讓你選的 你要哪一種漸層啊 那我要光圖的 那記得光圖的位置喔 會是在那個左下的這個 左下這個 記得選這個 所以我就選光圖的這一個漸層 光圖漸層這個 然後的話呢 再選形狀 那形狀部分請你選菱形 因為看得出來它應該是菱形的 OK 選菱形的 這樣才可以做出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呢 做出來應該是這樣的一個形狀 嗯 這樣的形狀 有沒有 所以呢 怎麼樣可以剛剛好這樣做出一個光圖 跟各位講一下 所以我就光圖 然後選菱形 接下來的話 怎麼樣讓它變成剛好我們要的效果 那我把它Ctrl- 先縮小 記得喔 請你由中間 先中心點喔 按住不要放 往外 往外大概 這可能要試一下 大概差不多這樣的距離吧 放開 欸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你想說 那奇怪 只剩下鴨子喔 那其他那個鴨子照片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你填的時候是填顏色 全部填上去會蓋掉 蓋掉背景嘛對不對 除非說你把這個拿掉背景有沒有 那可是呢 如果說你今天呢 不希望喔 把底下的顏色全部都蓋掉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題目有講到說 上面有一個 可以讓你設定 看你是要哪一種特效 如果你只要留下顏色 不要留下它 只要顏色部分就好 顏色沒看半透明的話 那請你找到 上方有一個選單 選單裡面的話 把原來正長 改成顏色 我們來看一下顏色 點一下這邊 顏色 有沒有發現 這個光譜效果都做出來 主要是這個地方 那不透明度本來就100 所以不用改 這個地方改就可以了 改顏色 然後這個地方看到的結果 那至於說呢 要怎麼樣 剛剛好可以完成一模一樣 請各位注意一下 點過來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我這邊呢 做的幾乎一模一樣 這邊有沒有 這邊都紅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 外面有紅的 切過來看一下 有沒有 幾乎也是一模 好像多了一點點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呢 再往外一點 就是拉 再往外一點點 可能會更接近 不過呢 當然越接近越好 OK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滿偉多的 怎麼會 不停在這裡 同年 閉嘴 那你還沒進去嗎 不停在這麵 碰到